然後我覺得可以講一講的就是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了 今年中共要召開二十大 而習近平是想在二十大那裡繼續執政 所以現在開始出現很多大量出現一些吹捧習近平 而這種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了 什麼新的高度呢? 第一,習近平語錄出來之後 接著就是發動一場學習習語錄的熱潮 工廠也好、農村也好 都要抽時間來學習他的語錄 這種做法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就是每個人拿著紅寶書 就是每天要定時定刻呢 抽時間去讀這個紅寶書、背中這個紅寶書 工廠要停工一段時間 農民要停產一段時間 這樣來讀這個習近平的語錄 這種做法呢 圓圓圓全全就是仿效了這個當年對毛澤東的過程崇拜 第二個標誌就是說 大陸的高校居然可以出一些以習近平思想來解決自然科學的問題 你說荒不荒謬呢? 最近就是內地出了一本書 出了一本書是國防大學出的 叫做《習近平新時代物理學》 就是要以習近平的思想來研究科學 研究自然科學 這本書裡面就有一個例子 他說第二章那裡就是極限和連續限數 這些都是很專業的名詞 他在解釋這個極限和連續限數的問題上的時候 他竟然是提出要以不忘初心 勞記使命 無論走到哪裡 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本質和職責 就是說做人做事是這樣的極限和連續 也都是好像人生道路那樣 在研究物理上的極限和連續這個問題上 就先引用一個習近平的說話 所以你看到開始就是以習近平的思想來指引這個自然科學的研究 第二個例子就是有本書叫做《生物學科科課程施政教學指令》 施政的意思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就是在《生物學biology》這一科裡面呢 怎樣利用政治思想工作來指導教學 其中呢 這本書呢 這本是一本《生物學科課》的書 《生物學科課》有一張是講到這個 就是這個 染色體和DNA 怎麼對生物的構成是很重要的 接著呢 突然間話風一轉 轉到就是說 因此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要繼承紅色基因 然後再用科學上的基因的DNA 怎麼影響下一代的成長 這裏就插入這個習近平的紅色基因的論述 那就是說 開始走回去蘇聯30年代的時候的所謂偽科學 很多當時來說就以這個馬克思主義來作為研究自然科學的一些依據 就是馬克思怎麼看這個世界那些規律呢 就用來研究自然科學 得出很多時候很多人稱為偽科學的所謂科學的論文 好了 那現在呢 整整一下呢 就是這種風氣呢 傳到來中國 現在習近平的思想呢 就變成呢 是在自然科學的領域裡面呢 都是要用習近平的思想來發現這些自然科學的問題 和他內在的奧秘之處 那這些這樣的做法呢 全部都是在這裡 都要用來擺高習近平的個人的地位 好了 那還有一些 還有很多例子 現在中共只是各地的黨委呢 黨組織呢 是在開著他們本地的這個黨大會 選出黨代表呢 是準備參加今年年底的二十大的大會 這些這樣的黨大會呢 就是地方的黨大會呢 就提供一個 一個一個場合給人去看到呢 中共那個拍馬屁 是拍到幾個嚴重呢 譬如說 我想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在浙江省 去年底 開這個黨大會 那呢 開完黨大會呢 就有一個公佈 公佈呢 是怎麼說呢 讀出來給大家聽一下 看看是不是近似文化大革命那種的氣氛 我們越來越深刻認識到 對於一個政黨 一個國家來講 領袖的作用至關重要 最為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在危難關頭 能夠力環狂難 扭轉乾坤 不愧是紅材大略的領導核心 空為天下的大國領袖 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英明陀手 不愧是我們黨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 最大底氣 最大保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 代表著正確的方向 勝利的方向 光明的方向 黨在新時代偉大鬥爭和嚴峻考驗中 產生了自己的領袖習近平同志 這是我們黨為國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貢獻 是我們黨對國家 對人民 對歷史 對未來高度負責的直接體現 也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之所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所需 一段話你覺得 是不是很肉麻呢 是不是很頂級拍馬屁呢 是不是 好了 充滿文革的那種氣氛 他說這個浙江是所謂習近平的地頭 所謂知江新軍 就是有浙江粉 浙江會拍馬屁拍得這麼厲害 接著我們看看第二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就是廣西 廣西的黨大會是開的 我現在又是將一段很肉麻的段落讀出來 會議強調 要盡職盡責 以高度的政治治國 隨練黨性 忠誠核心 永遠勇大領袁 捍衛領袖 追隨領袖 這個是廣西的黨大會之後的公佈 是不是又是好肉酸 是不是又是文革那種崇拜毛澤東那種語調 那這件事 廣西又會這樣吹捧習近平呢 因為今年黨大會呢 習近平是選擇在廣西做廣西的代表 所以廣西又是全力吹捧習近平 那接著以後各省的省代會會不會不斷加碼 不斷是提高自己吹捧的力度 那這個我們就還要再看一下 因為現在開了黨大會的地方不是很多 但是這兩個就是很典型 這些吹捧呢 都引起黨內一些人的非常之不滿 那其中一個黨員叫田其莊 他就向中紀委的負責人趙樂際 實名舉報 舉報什麼呢? 舉報廣西這個黨委書記劉寧 公然違反黨章 搞個人崇拜 那他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之後呢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辱麻來吹捧習近平呢? 那他就引起句點 引中共十二大的黨章 其中有一條就是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國人崇拜 那他就問 經過四十年了 黨將歷次修改 這個規定隻字未動 足以證明這個規定是黨心民心所向 即是禁止任何形式的國人崇拜 是每個 即這條規定是黨心民心所向 是每個共產黨員必須遵循的金科約律 是各級黨組織 每個共產黨員 永遠不得如月的高壓線 那他就說到黨章裡面規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國人崇拜 但是呢 現在出現了這些國人崇拜的事情 他就說廣西黨委敢於公然違反黨章發公佈 就是我剛才引述的幾句話 就是對我那幾十年來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針的否定 也都證明當下國人崇拜已經氾濫到十分危險的程度 他說這種國人崇拜是比貪污腐敗嚴重一萬倍的政治腐敗 他說中紀委如果對這樣的國人崇拜的公佈聽之任之 就說明由九千萬黨員宣誓認可的神聖黨將從此淪為一張廢紙 這個老朋友他一身正氣 看不過這種國人崇拜 就根據黨章規定的黨員的權利實名舉報 看你中紀委敢不敢去動這些東西 那當然不敢動了 中紀委都要聽名於習近平 中紀委又怎麽敢去動下一個吹捧習近平的人呢? 所以就是說我們看到就是 習近平在國際上是被人點名 說他是邪惡的軸心 在國內又由於搞這種嚴重的國人崇拜 又引起很多黨員的不滿 所以這個人呢 就是出現這個人來領導中國呢 就是中國的嚴重的不幸 我可以說這件事呢 《維基百科》這個網上的播放傳書呢 最近就收錄了一個習近平的負名 負就是負面的負 名就是人名的名字 負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花名 那他就發現呢 習近平上台的這十年 還有今年的十年 出現了百多個花名 那他還很有趣 他還把這個花名呢 是將它分為別類 就是 就是反映這個社會人士 對習近平的一些非常差的一些評價 這個《維基百科》呢 就將這幾年來的這些評價呢 收起來起來 然後統計出呢 哇 原來呢 是將百多個這麼多 百多個這麼多呢 點分去呢 看一看吧 我插回維基百科那個什麼 首先呢 就是權力類 權力類呢 叫做習特勒 就是希特拉 叫做習特勒 習特勒 李之雪師傅 觉得習奧士師父 羅伯佩倫的稱叫做齊科 到呢 那些網友呢 就將他 有些人从文化水准到来分类,叫做小学博士,或者初中博士 讽刺他,小学都没谷完,自称为博士 有个例子是吹虚嫌疑,吹虚嫌疑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吹虚自己,他说他有百斤蜜,十里生路不换肩 就是他说自己能够拿二百斤蜜,走十里路都不用换肩 他就有人叫做坎特朗,接着有人叫做宽衣大帝 宽衣大帝就是因为他连农协的假写 论了,当是衣服了衣,本来是叫宽容的政策 就是对这个农民,就是宽容的政策,他叫做宽衣,以后封衣大帝就是他的名字 接着就是对小熊为raul衣, biggest策子,农家太储司,还有翠翠,翠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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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就册一位插农文在上面 下一個櫥字 變成擠擠 即擠死了 或者再拆回就叫擠二擠 即死兩次 一個翠字是可以這樣拆的 所以他的花名之多 負面的名稱之多 是多到好像維基百科這些網上的百科傳說 都覺得值得收錄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國內真的遭到人民的退休 反正他不會出現這麼多的花名 這些花名完全是反映了老百姓對他的厭惡 而在國際上去支持侵略者 特別是當時有侵略者威脅用核武來對付不止烏克蘭 還有支援烏克蘭的支持烏克蘭的所有西方國家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威脅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觸即發的情況下 李習近平還跑去支持俄羅斯 那是不是正正就說明他和普京呢 最難掌揪是這個邪惡造ega的兩邊 所以這件事情 最難探識就是 我們 numerous years 也看到這個人是可以 那 violent 準備年底 再留入5年 甚至是更長 這件事我們老闆的發生是很久的 明不知這樣下去會對國家對民族帶來很大的災難 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扭轉這些局勢 唯有希望黨外一些健康的力量 是出來制止這個人繼續做下去 謝謝